前几天中国国族在苏州0比0战平面渡队,这让球迷很郁闷,的确,按双方的实力比,国族应该可以战而胜之,但足球是圆的,不是简单的纸面实力比较,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冷门产生了, 个人余见,这场比赛国族不敢说,发挥出他们所有训练的内容,但他们的确也通过配合取得一些机会,最值得点赞的一次机会,就是高林给五类传球,可惜五类面对球门竟在咫尺的圣门却打在了横梁上下图,连联赛准最佳释手的如此表现,全场比赛一球难尽就是顺理成章了, 这场比赛之后,有一个问题被不少球迷提及,就是国奖门的传球问题,球迷探讨国奖门传球的合理性和团队精神 下图,优球迷做了一个动态图,表示质疑为何恒大国家李学鹏不传球给香港国家五类,甚至还有人认为五类之所以不进球,是因为没人给他传球,这个质疑成立吗? 这球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何李学鹏没有传球给五类?从图中可以看出,五类是以李学鹏传球,但李学鹏犹豫之后还是没有传球 其实真正的球迷都理解,在李学鹏和五类之间,站着两名异度球员 他们都意识到李学鹏要传球,并且都及时封堵了传球的空隙,甚至其中一人还退守到五类身边 所以李学鹏就是想传也没这个技术 其实,李学鹏不是不想传球给五类 图中请注意黄色的字体的部分,请注意李学鹏有一个抬起左脚欲传球的动作 但当他做这个动作,得瞬间印度球员,里面识破了他的意图 其中一人迅速退守,封堵这个传球动作 无奈之下,李学鹏只好收脚向边路带球 可以,李学鹏没有传球是无奈之取 而对于某些球迷的质疑,其实比赛中有个很好的反例子上图 这次是无奈拿球,恒大国脚于汉超从边路插上 但无奈选择传球,给被三名引渡球员包围的笑致 对此,有解说原遗憾地表示 其实右侧那边于汉超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们不妨来分析这个图,请看下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无奈儿有两个选择 一是传给肖志,另一个是余汉超 红色箭头是肖志和余汉超的跑位路线 蓝色箭头是印度球员的跑位路线 黄色箭头是无奈可以出球的传球路线 那么,如果是你,你传给谁 无奈为何没有传给无人兵房的余汉超 最后无奈选择传球肖志 但还没等肖志出球 对方的后卫就把球破坏 如果选择传球给余汉超 那么余汉超直接有路 很有可能给对方的球门造成威胁 为何不传球给无奈 为啥不传球给余汉超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